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 我是沈慧蘭 你的大燈也有白內障嗎?換一組大燈又貴三三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已經霧化的大燈能夠回春呢? 今天我們也邀請我們的美容職人Jim來幫我們做一個介紹 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在不換大燈的情況下 讓大燈的亮度再度回春呢? 其實啊大燈這種東西啊很特殊 它因為可能長期的光線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 所以它會出現老化的現象 那就像小蘭講的一樣 那大燈出現了白內障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辦? 它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從內部就霧化了 那內部霧化怎麼辦? 外面有專門處理燈具的店家 他會幫你把整個燈具分解開來 然後從裡面整個重新整心拋光 然後再把燈煮回去 幫他做眼科手術 對 那如果說你運氣比較好 只是外面而已 那可能那種外面的這種東西也很特殊 有時候真的只是因為髒污 是 對它卡在這邊有點像人家講的 沒有洗澡卡聲 喔卡聲 對講好笑一點就是卡聲 那可以請一般的美容店家幫你執行大燈 燈具的拋光的動作 整個幫你整個把燈具拋過一次 大燈也做包模的動作 大燈也可以做包模 對 那大燈包模之後它有什麼樣的優點呢 包燈具的東西啊 其實它跟包車身的磨料是一樣 它可以抗UV 那其實它可以去抗氧化 然後抗老化 可是啊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像大燈它比方說它我們晚上開燈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光線也很熱 那它這個模體的話 真的可以承受就是這麼高的溫度 OK這是沒問題的 這東西包起來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可以抗石頭 小石頭去打 因為有的現在有的車燈很貴啊 那你也可以去避免說 喔石頭去打的時候破掉 是 了解 那像我們包模來講的話 它有沒有一個時效性 比方說它大概可以撐多久 其實它就跟車儀一樣 最遠可以到十年 最遠可以到十年 那它這樣包一次的費用大概多少錢 其實依據燈具的話大概就是三千塊左右 三千塊左右 喔那聽起來好像還蠻划算 可以讓你的大燈 看起來就是一直亮度都很清晰 然後又不會有白內漿的感覺 其實聽起來是蠻划算的 好那現在我左邊的大燈 已經完成拋光跟包模了 那的確在外觀上 還有剛才我打開燈以後 看得出來它很明顯的跟右邊 在亮度上的確是有蠻明顯的一個差異 沒想到這麼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讓我的大燈重見光明 對 沒錯 那等一下可以右邊也幫我包一下嗎 我考慮看看啦 不要這樣子 這個病的有點重 好 那開車幫幫忙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